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雅思核心语法课堂 我是竹江老师 王磊 今天呢 咱们接着从句往下聊 咱该聊名词性从句了 名词性从句呢 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从句啊 就跟个名词似的 那我来问问你 如果一个句子没有了一个名词 那这句子还完整吗 一定不完整了 所以啊 如果一个名词性从句 把这个从句去掉以后 剩下的还完整吗 不完整了 所以我怎么能知道这是个名词性从句呢 一般情况下啊 去掉该从句之后呢 剩余的部分不完整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刚刚讲过的定语从句 上节课咱们讲了定语从句 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一句话里没有了定语还完整吗 她是漂亮的女孩 就变成了她是个女的 完整吗 挺完整的呀 是不是 好 这是他们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那刚才我为什么说那个一般呢 在我们判断这块 不完整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例外呢 是it做形式主语的时候 第二个例外呢 是我们说当这个名词做同位语的时候 构成同位语从句 这两个我们是极个别极个别的特例 所以咱们就不在这多说了 一会遇到题的时候给它点一下就OK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名词会做什么成分呢 我们说三个 第一个叫什么呀 诶 主语 第二个叫什么呢 我们说叫冰语 第三个叫表语 当然还有第四个 就是我们说的同位语 但这个呢 我们用的会稍微少一点点 咱们到后面遇到题再说 只会判断什么是名词性从句之后 我们来看看 既然是从句就肯定会有连接词 那我名词性从句的连接词一般会用什么呢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从句部分 完整还是不完整 如果我的从句不完整的话 那一般就用what跟who 如果我的从句完整的话 主要就看翻译了 那翻译这块 有没有这个词都行 那我就用that 就说不用翻译的时候 我用that 那如果需要翻译呢 那就添什么whether if 什么之类的这种词 where when how why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这块是个空 那比如说 人们杀死特别多的这个动物 为了钱 使得动物濒临灭绝 我们说在这句话里面 什么使得动物濒临灭绝呢 就是前面的这件事 我会发现 如果把我括号里的这个东西去掉的话 那这个max就少了足语了 所以就叫足语从句 是名从的一种 那我们来看从句缺不缺东西呢 人们杀死太多动物为了钱 非常完整 什么都不缺 所以whether是不能填的 我们来看缺不缺意思呢 人们杀死很多动物为了钱 使得动物濒临灭绝 好像什么都不缺 对不对 好回顾一下 我又很完整 而且还不用翻译 那我应该填什么呀 that 是吧 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使得动物濒临灭绝 是 这是意思的主语 是啥呢 是人们杀了太多动物 那这是意思后面的表语 我们说意思是系动词 这叫主系表 那这句话里面 我们先来看前面的逐语从句 使得动物濒临灭绝 什么使得 是不是少逐语了 少逐语填什么呀 what和who 对不对 好请注意 这块可不是位置啊 这块不是位置 在名从中 位置一定要翻译成哪一个 这个不是哪一个 那不能填了 这跟定语从句是两回事了 好所以应该填的是what 是啥呢 是人们杀了太多动物 哎呦 你看多完整啊 是不是 什么都不缺 那我就填一个that吧 好 那这是名词性从句 廉词的一个用法 其中咱们用的最多最多的 还是谁呀 what 大家打开书 我们来看一下187页 187页呢 这一章节中 主要给我们讲 187页这一章节中呢 只要帮我们讲了呃如何去强调一个名词 那在这个题里呢 本来讲的是强调名词的用法 比如说他有一个什么强调句之类的 那我们把它的二三四题摘出来 当逐语从句来练一下 我们怎么去写一个逐语从句呢 特别简单 其实它是用来服务于强调这个名词的 比如说呃看第二题 政府需要很多很多忠诚的支持者 政府需要支持者 如果我想强调的这个 a lot more loyal supporters 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怎么来强调它呢 强调是因为它很重要 重要就放在主句中 那把这个不重要的放在哪呢 放在从句中 因为我们知道从就是次要的 从属的对不对 所以来咱们看看怎么说 先说从句 来个中文吧 政府需要很多忠实的支持者 就是说政府需要的是支持者 对不对 所以政府需要的是 那我用一个what来当这个主语 好变成what什么呢 w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what引导了整个句子的一个主语 这叫主语从句 而我的what呢 自个儿还做了那边的一个兵语 对不对 好 政府需要的是ese 是啥呢 是很多支持者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同学问了 老师支持者不是负数吗 那你这个地方用意思合适吗 我们说当一个主语是to do 或者是一个从句的时候 它的畏语动词就应该用单数 所以这个意思是没错的 不要受这个supporters这个影响 所以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这个东西 好我们来看第三句 那第二句说完了第三句应该很简单 我们并不想要话 这个地方words表示的是话 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那我想强调的是这个行动action 所以呢 我前面应该是把we want变成从句 把这个action保留作为主句 你要强调谁就让谁当主句 好 所以我们想要的是叫什么呢 what we want 用意思还是二呀 I is 意思是什么 is action 好的我们来看第四句 我真的很喜欢读小说 我不喜欢看电视 我不喜欢看电视 我想强调的是看电视 所以把看电视放在主句上 变成什么了呢 what I don't enjoy 我真的不喜欢的是什么 I is watching TV 这个里面what I don't enjoy 做了意思的主语 而what又做了 enjoy 后面小的一个宾语 好 那我们的名词性从句 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 这部分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大家学会写简单的基本句型的话 那这个根据意思来拼接一下 大家就记住了 如果我的从句是不完整的 那缺人就用who 缺物就用what 对不对 同时我们来对比一下 如果在定语从句中 可以有what吗 不可以 定语从句没有what 在定语从句里面 从句确认用的是who 确物用的是谁呀 which对不对呀 好 那大家把定从和名从连着听 对比度就会更强烈一些 那还有一个小的从句 叫状语从句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它呢 就是两个特别完整的句子 不存在着缺不缺什么成分 它通过一个逻辑连在了一起 什么叫逻辑 说白了就是翻译 这两个句子是有逻辑的 比如说是转折 还是因果 还是时间 还是地点 靠这个东西连起来而已 所以它基本上翻译一下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 常见的是九大状语从句 但是呢 比较和方式 我们用的会比较少 而且呢 一般都把比较和方式这个从句 给省略成短语了 所以咱们不说它 咱们主要说这几个 让木条原地结果实 这还挺好记得 让叫什么呢 我们说叫让步 什么叫让步 就是退一步来讲 就算是这样的 尽管是这样的 即使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表示让步的话 一般会有or though 还有我的well 这个well表示尽管的意思啊 尽管 好 还有even if even though 还有no matter 什么什么什么 no matter叫无论什么什么 木 我们说我为了谐音好 这就说让木条原地结果实 那其实这个木呢 我们说应该是目的的木 对不对 好 那目的是谁呢 in order that 或者是so that 还有incase 这个incase什么意思呢 叫以防 用来防止 这个意思 而我的incase 除了有用来防止 叫以防之外 这还有万一的意思啊 万一着火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好 这个叫条件 所以我的incase又出现了 它有if 有incase 还有as long as 什么叫as long as啊 叫只要 只要 就是个条件 我可以用你的房间吗 当然可以了 只要你用完以后 打扫干净就可以 所以这是你用房间的一个条件 unless 叫除非 unless就是等于if not 等于if not 它跟if是反着说的 如果你锻炼身体 吃健康的食物 那么你就会瘦 你就会瘦 对不对 那除非怎么说 除非你吃健康的食物 除非你锻炼身体 否则你就怎么样 不会瘦 对吧 它跟如果是反着说的 缘呢 叫原因 我们说是谁呀 because as for 和since 这个都是原因 b呢 是地点 咱们说是谁呀 就是where 结果呢 结果就是结果 对不对 表示结果 那叫so that和such that 这个一般会分开写 表示如此什么什么 以至于有一个这个结果 时呢 叫时间 就是when before until 这些东西 好 这个主要是靠翻译 大家需要认识这些常见的连词 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特别简单 好 我们的从据部分就到这了 下次可再见吧 感谢观看